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们就用小就是从个人的见解或者个人的体验来看一个比较宏观的一样东西 那么我知道俊达本身 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有听你讲的就是你有involved的一些比方说红发还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上是比较倾向是南传的 感觉上比较倾向南传 所以我就也因这样 就问过了你就是说 其实是你看过这么多传 后来为什么选这一个 不过后来你跟我讲其实也不是选这一个 对我不是 我其实是这样子 我的出生是从汉传佛教 而且是寺院出生 我不是在大传才开始学佛 我是直接在传统的汉传佛教道场开始接触 可是后来在学院念书的时候 因为那个年代 进入大传院校的 我那个年代是刚刚好 这个学校的教学媒介从英语转国语为教学媒介 那那个时候呢 在我之前都是以英语为主的 那所以进入大传院校的这个 佛教弘法师弘法人员包括出家人再家人 都是用英语来弘法 OK 那那个时候呢 能够掌握用英语弘法的比较多 当然到今天也还是用英语弘法的呢 一般上都是属于南传的 OK 所以我进入 我进入这个学院过后呢 就起出了南传佛教 OK 那后来出来了之后 因为有位很要好的朋友 他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就接触了这个藏传 然后我也说 因为这个样子 对藏传有一点的了解 那到近期这几年呢 我接触的那位法师 他是汉传的 OK 可是他本身呢 就精通契经 诸事书 南传诸事书 清清道论 撒比塔摩议论 当然他也精通 大制度论跟这个 于且实地论等等 大臣的这个经论 那我从他那边 学习这个禅法的时候 跟听他的课的时候 他引用很多这个 南传上座部的这个经论 还有缅甸的一些禅法 所以呢 因为我们认识这段时间 我是比较多亲近他 所以感觉上 我好像都在讲南传的 其实我本身 还是选择了这个大臣菩萨道 OK 所以本身你就是用着这个 汉传的这个可能是立场 但是禅法上的那个抉择 你目前是用着南传的 就是 或许可以讲说 有这样子的偏重 可是因为如果我们讲说 在禅法上 我们讲这个出入席 南传 北传 藏传都有 这个是普遍三大传承都有 可是比如讲说 这个 四五两星 其实也两个都有 比如讲说 已故的这个 槟城的这个修行长老 他是叫四五两星的 那 我在学习 因为我亲近的这位 这位师傅呢 他本身是在缅甸那边学 然后他是用缅甸的南传 禅法来教我们 所以我就会比较多这一块 而且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也学习了 一些这个 这个沙比达默议论啊 等等 不过都还在学习的阶段 OK 但是我 因为我就是看到 不少 不少的人 有可能就是 假如他是南传的话 那么他可能所有的 那个 他的那个看法 他的那个 或者他 他选择要用的那个禅法 还是什么 都是就是 锁在 就是可能南传里面 那么再不然 就是可能 假如有一些 举例就是有时候 汉传我看到一些佛教徒 当然也是 他也把自己锁在 就是那个 汉传佛教里面的那一块 就变成他对于南传的那些 不可能 不管禅法 还是 甚至连他们的那个叫做 南传的立场 他们可能也是 一窍不通 那么 那么同样 就是当然 藏传的人 就宣称自己 可能是 三层都有 但是可能 我们也发现 就是当他们锁在 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那些 我不想用那个 fundamentalist 但是他们确实是 就类似 类似 类似 就是说 很原教主义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就学这个 就已经够我学 我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我可能也没有时间 去学其他的 但是我目前看到 你所做的就是 你的立场始终是 汉传的 但是你的那个 你可以就是 在那个禅法上 你可以接受 就是用南传的 当初你是怎么样 做这个决定 是 是那个老师的关系吗 还是 其实你讲这个现象 我发现到说 交界 其实不止交界 我们讲任何一种的 学问等等 都会出现三种状况 一种状况就是 唯我独尊 就我的是对的 别人都不对的 佛教里面有 佛教的唯我独尊 就佛教是对的 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不对的 那基督教伊斯兰教 都会有这种 包括你学全书 什么东西都会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教派里面 那些执分教派 又一样 又一样 又我的教派是对的 这种就是 不管你放大或者缩小 都会出现 有一些 就认为说 其实都是可以学 都其实可以学 所以他就 他就会去 真的去学习不同的 那不过有一些是觉得说 其实应该都 都不错 可是我觉得说 我自己教派里面的 我已经是够用了 那我就不去 就不用去学其他的教派 会有这三种现象 那这些情况的出现呢 我观察到是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个人他亲近的老师 如果他亲近的老师 是属于开明派的 OK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开明的 如果他亲近的老师 是很保守的 就会说 只有我的是比较好的 那他可能就会跟老师这套 那我们举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我们已故的 达摩南陀长老 他本身就是 西兰大师派派过来 马来西亚的一位大德 那他本身属于非常开明的 所以在他的座下的地址呢 都很开明 我们看到好像 或者你跟我们就是对比 对比一下 就是不开明会是怎么样 就你见过的 OK 不开明的呢 就 我看过的就是 只有我的教派是对的 其他教派就非佛说 那比如讲说我们讲 在南传佛教 他们就选大臣非佛说 那在 北传佛教或者大臣佛教就讲 小镇是教肴拜种 就会有这种的论调 否定其他教派的 就是全盘否定其他教派的现象出现 OK 那其实如果我们从 刚才我讲 一个是老师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个人的个性 因为有些人个性就 比较偏向排斥的 有些人的个性就比较 偏向解纳的 那一个人在学佛之前的个性 某个程度上 会影响他学佛过后所走的路线 如果这个人在学佛之前 他本身就很排斥的 他进来学佛 他可能也会偏向 我选的那个中派是对的 其他中派不对的 那如果这个人在学佛之前 他的个性是比较包容的 他进来过 他可能也比较容易包容其他的教派 OK 那他个人的个性 还有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师资都会有影响 OK 除非是他后来在研究佛教史啊 佛教思想史 他看到其实这些都有他的个别的因缘 那他会打开来 或者他亲近着不同的老师 他会换角度去思考 那我自己的这个走过的路程是 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 就是去年刚刚原济的这个 艺术张老尼 我们其实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找他上课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因为在学校成立佛学会 就说我们成立佛学会 我们什么都不懂 我们总要一个师父引导 然后就透过一个同学介绍 就亲近了艺术张老尼 那时候他很年轻 大概他那时候也没有 教年轻人的经验 因为思域里面都是中年老年比较多 所以他在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很不可思议的是 他一开始就跟我们上中国佛教 始终刚要 对一个新人讲 可是也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讲 始终刚要 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 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宗派 那不同的宗派并存 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就造就了我以后 在接触到不同宗派的时候 这个本来就正常的 本来就应该共存的 所以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底 来接纳不同宗派 来学习不同的宗派 我觉得这个 假如是这样讲的话 就可能艺术长老尼的 其中一个蛮好的一个启蒙 就是用历史的角度 来看东西的时候 那个人可以比较理性 可以比较抽离一点 就是确实好像你所说的 往往那些就是 孤步之风或者是 坐井观天的 或者是唯我独尊的那一种 确实好像不大重视历史 就是我所看到的 一 他不注重历史的发展脉络 第二 其实他大概也不太看得到缘起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缘起的话 不会有一个宗派是从头到尾 从佛多的时代到今天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因素存在 我知道我知道 刚才 他这样讲了 因为海军是刚才讲到一半 这个我要不要用另外一个字来讲 OK 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佛教都很需要去明白 这一个 就是 我们的宗教有没有被改变过 就是那个宗教 假如从任何一个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 回教 佛教 印度教 还是什么道教都好 从历史上的角度 从所有的学者的角度来讲 每一个宗教都改 都一直不断的改来 所谓应对那个社会 或者用佛教讲 那个众生的因缘 我用因缘 那些人就听了 还在讲到佛教 其实 其实我很久以前 读过一篇文章 那最近呢 我又重读两次 那我会很推荐大家 如果你是很 很中派门户之见的 当然我在提这个人的时候 有人又会对他有排斥了 OK 因为这个人在佛教界 尤其在传统佛教界呢 是比较不接受他的 那可是在比较新的 比较年轻的 那是非常赞叹他的 这个教导的 就是应顺导师 那应顺导师在妙人集里面 有一篇文章叫 以佛法研究佛法 那他就提到说 我们在研究佛法的时候 怎么样把佛教的核心思想 就是这个三法印 无常无我跟涅槃基进 这个诸心无常诸法 无我涅槃基进 怎么样在研究佛法的时候 把这个三法印运用在里面 那我们在研究佛法 跟研究佛教和佛教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 佛教本身也不能逃离无常无我 所以因为佛教不能逃离无常无我 所以从佛陀的时代到今天 这个浓缩来讲 大家有兴趣直接去找这本书 应顺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 从佛陀的时代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 学习到的体验到的佛教 他必定是也经历了无常跟无我 他必定是有一些 为了适应时空而做出的一些修正 可是他的精髓还是保持的 可是他在契机等等的时候 还是会有调整的 那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个教派的发展 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 每一个教派的发展都有他在时空上面 需要做出的一些的适应的调整跟改变 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以自己的教派 或者自己的老师的那一套为我独尊 而排斥认为其他人都不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举个例子就是 假如我们用回比较古代 古代也不需要古代太古 我们讲回上一代 就是可能我爸爸的那一代 他们看电视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 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些电视节目 每一个镜头的时间是稍微长 对比起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现在假如 现在我们就是知道 现在是那个镜头 电视上就是平均三秒到六秒 一定要换一个镜头 不换镜头的观众不要再看下去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 我们对比不同国家的这个戏剧 比如讲你对比台湾跟香港的这个戏剧 你对比英国跟美国的这个戏剧 他的那个速度 剧情进展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然后假如那个人是成长在那一个速度的那个年代 他的那个注意力的那个叫做 那个attention 英文讲叫attention span 他的那个注意力可能没有以前 就是可以这么长 换一句话说 真的有可能 是不是假如以前是说 叫要属席就可以心定下来 是不是有些 可能有些人现在你纯粹可能用属席 是没办法定下来 因为跟回以前来比 就是我们的那个年代的 我们的那个生理和心理状态 可能就跟以前都不同 我认同这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他们可以用水席 可是有些人他需要属席开始 包括我最近去禅修的时候 师父也交代 如果你心真的是非常善 你是没有办法从一数到十 我们要知道 你七天里面的密集参修 你三天过后还不能一数到十 那种挫败感 是很严重的 那你要怎么样安慰自己 那师父教了一个三巧 我觉得这个三巧很好用的就是 你加快你每一个呼吸的速度 就比想说 如果我们平常放慢的话 就是呼吸一 呼吸二 大概你数到三 你忘年就不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了 可是如果你知道说 你的忘年真的非常强 那你加快 你就把呼吸加快 呼吸一 呼吸二 呼吸三 当你的这个速度比较快 那你的一二三比较短的时候 这个忘年不容易跑进来 那你就可以说 我可以完成一个十 我可以完成两个十 我可以完成三个十 那种成就感出来 那种喜悦出来 你再做下去的动力就有了 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 你一个十都数不完 然后七天是怎么样过的 那种错白感 和那种加快数息的 这个速度的三巧 当然 这些会见仁见智 我知道这种方法讲出来 可能也有些人会批判 可是对一个非常忘年多 心非常散乱的人 至少他说 我可以完成一个十 我可以完成两个十三个十 等到心平静下来 他再慢慢放回正常的速度 这个就是善巧 对啊 我可以了解是 刚才你讲可能会有人批判 就可能有些佛教徒 你这样子数的时候 你的呼吸又这么急促 你的心一定会乱 我没有否定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也刚才你这样讲 也让我想起呢 就是可能为什么当初 可能有一些 比方说有一些 可能师父传给徒弟的 那个所谓的个人指导 有时候会变成所谓的口诀 口诀就是一对一 单传 就是他们会标明 就是说 这是因人而异 针对你的根气 传给你 你不要乱乱的去公开 可能就是因为有 可能以前有些师父就是 我传来给你 就是因为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需要这样做 然后他可能也告诉其他人 然后其他人就 怎么可以这样 明明不是这样 然后就变成可能当中 就可能会有一些矛盾 还是冲突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反倒是就是 假如能够持开明态度 就不是用对错 而是用就是有没有用 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基 不同的状况 需要不同的方法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我们看 缅甸佛教 他们因为他们用清静道论 清静道论列明有40种禅法 可是如果我们看经典的话 其实经典里面所提到的禅法 不止40种 那今天在缅甸 一些南川佛教国家传下来 就于清静道论的40种页处 40种禅法 那 不同的人 就可能会用不同的禅法 就比如讲说 如果心很缺弱的 就要用这个六念法门里面的 这个佛学念 法学念 生学念 散乱的可能就要用这个 出路西 那种懈怠的要用死学念 等等这些 那不同的禅法 是对不同的根基的 那如果是一朝半是走天下 那个可以 自受用是可以 可是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已经 如果这一个佛教徒 他已经到了老师的身份 他要教学生的时候 当然 我们要掌握一个禅法已经不容易 要掌握很多的禅法更加不容易 那当如果这个老师他掌握一种禅法 他教这种禅法 他就宣扬这个禅法的好处 不要去否定其他禅法的可行性 不过刚才你这样子提的 就让我想起一个 这个当然跟佛教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 不过有关联的 就是魔术 因为魔术师是要守秘密的 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身材工具 所以要守秘密的 不过就曾经有个人提过 就是说其实魔术师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学魔术师那一套方法 不过魔术师要告诉我们 就是我这个魔术变出来 观众会看到什么效应 只要这个效应你讲出来 可能不同的魔术师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可以达到同一个效应 就是说换句话说 假论你是要那个心能够定下来 或者所谓那些什么 比方说南川说 出禅要有那些什么禅之之类的 这个假论我们已经理清了那个定义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那一套方法 或者是用一套方法来进入 还是我们可以用各个不同的角度 就是最后就是条条道路 最后还是通那个罗马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是需要思考的 我觉得刚才你所提那个什么 那些比方说有一些比较原教主义的 会觉得这个不是佛奖 我倒觉得就是其中有一个 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 就是他有提出一个观点 当然这个观点未必有 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证明 他就说可能是一些 比方说菩萨那些 看起来好像是拜拜的 比方说那些藏传那些本尊 还是怎么样 假如你勉强 不是勉强 就是你真的要看回去的话 还是有办法可以看到南传的那个禅法里面 就是南传里面所讲的那个什么 好像刚才你什么念佛念法念生 只是从这边他开始演变了 可能在不同的文化的时候 他的那个念的那个做法可能会复杂了 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师父是有提到说 在这个南北传 藏传的经论 都可以不断的去追溯到最原始的状态 只不过呢可能最原始的状态是简单的几句佛陀的开示 那在师徒口耳相传的时候 可能再做了诠释 再做了一些讲解 所以后来就会出现比较庞大的这个体系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追溯回去 加上你提到可以追溯回去 最原始的状态的 不管南北传藏传都是同一个源头 所以他肯定可以追溯回去的 除非他是出现一些 跟这个佛教的根本源起教义 相冲突的一些状况 那那个是另当别论 要不然的话 一般正统的经论都会 应该是可以追溯回源头 这个的这个脉络 我觉得可能是佛教徒 有部分佛教徒 他不能够接受追溯回去呢 是因为他 我猜了就是很扎着 一定是要历史上的那个佛陀亲口讲 他们要认为一定要这样 才叫做佛说 但是假如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学术是一定有他的发展史 他一定会经过 第一代的时候怎么发展 第二代怎么发展 然后只要这个是那个发展 我们不能够讲了 第四代过后就已经不再是 这一个派别的东西 没有 他就是从那个派别 衍生过来的 就是整条那个脉络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 讲了要追溯回去的话呢 其实就变成 好像刚才用回那个魔术师 就是你不讲那个 你的那个叫做什么 你的那个上约秘密 你不需要告诉我 不过你告诉你上约秘密 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那么我们不要再去用的时候 我就达到你那个效果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执着 就好像一个人生病 你看中医你看西医 总而言之 我把你的病弄好 对 当然我们不讲说急诊 什么盲肠炎 这类可能要开刀 那要不然到你上风感冒 你看中医你看西医 甚至你去看土医 或者你什么医都不看 你就好好在家里休息 睡两天可能就好了 对 所以这一个呢 我看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能倒回 南川佛教 原始佛教里面所讲 就是佛陀当年就看到 有什么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那个人呢 就是他身上射了一只剑 那个叫剑玉经 所以呢 所以就是我们还要真的是说 一定要追寻哪一条路吗 还是总而言之 把他的伤口处理好 把那剑弄出来处理好 这样子就OK 所以同样的佛教徒 本身假如也是有烦恼 或者有怎么样呢 真的是需要 一定要用一套那个方法 不能够改吗 还是呢 我们还是要看 是不是要看到有效 就可以 这个我觉得就是 可能给大家思考一下的 是的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